你是我的荣耀番外21,金金,果然你就是我的糖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于途回到了家里,感觉也是有些空落落的,和金金没结婚之前,她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,但是结了婚之后,这种感觉明显的不一样了,这是他们的家了,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。 虽然说她所在单位大家都是搞科研的,可是依旧是一个八卦聚集地,自从集体婚礼上的事情传开了之后,有很多人都来看自己,包括很多不认识的同事。 她当初选择和金金在一起的时候,就想过可能面对这些,之前发生的那个国安局事件之后,她的名字已经被八卦小媒体在私下传开了,每当她和金金聊起这件事去的时候, 总是忍不住想象,之前她和金金的恋情一直都没有大范围曝光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。 她坐在书桌前,本来是想要写一些东西的,可是信一直都是静不下来的,她不可能一直这样和金金黏在一起。 在她看来,缓解相似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乔金金写信。 她拿出了笔,拿出了信纸,开始给乔金金写起信来。 无期金金,今天刚刚和你分别,心中仍有不舍,回到家中,发现自己一人有些孤寂清冷,碎提笔写信,抒发我的思念。 你可能会好奇,为什么我要以这种方式来告诉你,因为我想让你收到专属的情书,想让你了解你不在我一个人的婚后生活。 金金,在与你结婚之前,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,明明早就习惯了自己在家这件事情。 可是今天回来,这种感觉却是非常不一样的,所以,我就想那天你从加薪返回的时候,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? 于途写到了这里,吸了一口气,乔金金不过是去工作了,自己也不能这个样子,应该转变思路,感觉一切是要放松的。 他提笔继续写,金金,我也更加明白了夫妻之间换位思考的问题,我一个人在家的孤寂,你也曾经经历过,每每想到你在新婚之初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 我心中很是愧疚,但又觉得自己很幸运,能够遇到你,一个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理解,互相信任的人。 所以,我得出了一个结论,当然也会对你的回应,那就是我会在家好好工作,然后等你回来。 于途本来想要继续写的时候,乔金金的视频打了过来,于途,你在做什么呢? 乔金金已经看出于途的背景是书桌,于途明明没有什么事情了,为什么还要坐在书桌前呢? 我想你了,金金,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呀。 于途也不掩饰自己在写信这件事情,写了什么,我是很好奇的,乔金金没想到继后来于途给他回答当年的所有问题之后,竟然还会写信,不告诉你,你就当我在给你写情书吧,等你回家就可以看到了。 于途故意吊着乔金金的胃口,好吧,那你就给我留好,我回家的时候一方面检查你一个人有没有好好吃饭, 另一方面就看你给我的情书,乔金金也不过多纠缠,反正都是写给自己的早看到和晚看到差不多。 好,于途看着屏幕前的乔金金,果然看到自家老婆心情就好了,她嘴角有些上扬,感觉我不在家某些人的心情好像是还不错呢。 乔金金已经发现于途上扬的嘴角,没有啊,我刚才一个人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挺清冷的,但是接到你的视频之后,我发现好像没有那么清冷了。 金金,果然你就是我的糖,乔金金发现虽然结婚了,但是于途在聊自己这方面依旧是功利不减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投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